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熊鸡走 吃喝啥都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熊鸡的频道 我们用普通人的视角看北美投资 阿正你好 我们今天聊一些什么好玩的话题 我们就再聊一聊 我们最近朋友们都很喜欢很热议的一个话题 就是逃离加拿大了 逃离加拿大 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对啊 严肃的话题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很躲不开的话题 是不是啊 就是最近我们又我们再来分析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这个因为大家都在说逃啊逃啊 也不用说具体你知道谁逃了 但是呢 最近有一个网红夫妇呢 他他是在现场直播了 他带着三个娃永久的移居到亚洲 对 他的反向移民的例典型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吧 这个三娃的夫妻 对啊 对啊 又众所周知 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 然后有一些加拿大人都反向移民 举家移居生活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 其中呢 加拿大这一对网红博主 带着三个孩子 收拾行李背景离乡到马来西亚定居了 他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叫Sana和他是32岁的Sana和37岁的Mohammed Sala是社交媒体的就是就是博主吧 应该是自媒体博主和企业家他们都是在加拿大出生呢 在比西省呢 奥卡纳根长大 然后有了寒级了以后呢 搬到了安省 嗯哦 那也算是我们同道中人了 他们是YouTube管主 他们的频道 呃SalaFamily居然有130万订阅者了 还是一个挺挺厉害的博主了 哦 是啊 130万订阅者那可能他的收入也不少的了 对啊 他们的130万也算是中等中型的一个频道 对啊 对他们主要是播报一些他们就是日常嘛 居家日常还有小孩的话题 然后呢他们一家人在经营这样一个频道 然后但是呢 他们现在就带着观众一起踏山 从加拿大到马来西亚的旅程 他们一下午口于今年2月份前往马来西亚 然后呢5月份呢就返回加拿大收拾行李 然后秋天的时候永久搬到马来西亚定居 哦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130万粉丝的话 他有没有在加拿大买到房子啊 或者是什么情况 让他最后决定呃不在加拿大了 嗯 那这个就是要我们你可以 可以我们可以移步到这个沙拉的Family 这个频道来看哦 嗯 他确实是有一个 有点呃他是宗教人士是吧 嗯 他有他有他是他是呃对他他还有开一些小店呢 他不只是有这个这个 油管收入他还有真正是就是网店的收入 哦还有Procasts 然后他哦他一家他和他的夫妻两个人都有各自的TikTok 还有Instagram 还有还有他小孩的Instagram 然后呢嗯 然后有很多你看他的他有很多Instagram 还有去卖一些东西 感觉这个也是很成功的人啊 就像旧然这么成功的这个一个自媒体博主他都要去移到移民到亚洲去嘛 哦 你看他们里面会有很多详细的介绍他们怎么移居他们也会谈他们也谈到也谈到各种就是物价对比的话题 哦 哦 我好像他们曾经表示过呃他们按照他们现在的情况他们在加拿大永远也买不起房子 哇要是连一百三十万的要是连一百三十万的博主都买不起房子 那就是有点负担的非常负担不起了 哈哈哈 他们他们的博主博客还做的蛮好的他们每经常有更新的 然后也经常有去玩旅行 然后做一些家庭的活动 对他每个视频都有多少八万多十到十万多的观看 对啊 有的七十几万有的一百多万 最有最有的最多的这个视频还有一点一百三十万观看了 嗯 一般都有几十万观看都挺多的 哦 嗯 啊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博主 然后他们都要逃离加拿大的话去买马来西亚 那我们看看他们计划吧 他们说他们说房租上占单日用品车辆付款保险很多让人难以承受 然后在加拿大永远都买不起房子 然后呢 所以他们十年前去到马来西亚度蜜月 然后就喜欢这个国家 然后就决定要再回去 十年以后呢 他们带了三个孩子到这里定居 他们喜欢马来西亚的多样性同时生活成本的差异也是巨大的 然后呢他们赚的是因为他们主要收入来自于油管的或者是这些的话 那他们有一些嗯 如果到了同样的收入到的马来西亚的话肯定能够有更多的买就是生活成本会降低不少吗 他说他们说到马来西亚的手机计划有80G是加拿大10倍 而且每部手机只要12块 购费在加拿大两部手机加在一起有200块钱 哦 但这一个比较是十多倍 对 而且马来西亚的住房成本 他们在吉隆坡租了一套四卧五位的公寓一个月大概1000多加币 然后呢你想如果是这样一个肯定是个house 在加拿大至少也要租个4000块钱 嗯 而且在外面食物食品杂货和吃饭都比较便宜 在加拿大全家吃一顿饭要100多块钱 这根本就不夸张 基本上都要100多块 随便吃点都要100多块钱 然后在马来西亚花20到30块就能吃一顿饭 而且全家都吃的很饱 嗯 对 对而且他们他们是博主嘛 他们经常也都是到世界各地旅游了 所以说他们也在大利安家也对他们不是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话他们会赢 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可以用更低的生活成本 省下更多的钱 然后可以来做其他事情旅游啊 或者其他的东西 嗯 嗯 对 在讨历 大家很多人都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讨历加拿大 这时候呢还是有一个代价的 就是说有一些代价嘛 就是生活习惯和各种环境确实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签证呢很复杂 他们他们说如果外国人买房呢也不是特别容易 然后呢也没有Tim Hortons 然后呢但是他他不喝咖啡以后去爱上了喝珍珠奶茶 嗯 嗯 嗯 马来西亚 其实生活挺好的 不是很多新加坡 嗯 就在马来西亚买房子吗 估计他们是慢慢努力一下 估计也能买得到房子 那肯定可以的 他们用这里的收入跑到马来西亚买 肯定是买得起吧 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 生活成本能够到以前的四分之一 或者更少 对 但是四分之一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一个改变 如果说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比这里贵四倍的便宜 便宜是这么多的话 那你你的你的那个积攒钱的速度就是四倍嘛 那么你原来可能要四十年买房子 那你只要四年就可以 而不是十年就可以了 而十年就是一个可以相当 reasonable reasonable 的时间对吧 然后所以他们说我们问到说在马来西亚需要生活 想生活多久 他们说我们就他们想在这里永久定居了 他们看到这个孩子在这里长大结婚生子 然后呢他的朋友们也是纷纷在逃离加拿大 有的人搬到了阿联酋 有人搬到加拿大 从加拿大搬到其他的地方 嗯 所以 嗯 就是他是不是想有点是一个特例的 因为他是做油管的话 是不是到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 对我就他油管也做的比较成功了 他还有自己的卖网店啊也做一些企业 其他收入 他的收入其实上跟他住的地方没有关系 但如果是一般的 如果说要找工作的话 remote worker 其实it的也可以 但是对很多传统行业可能是不可以的 对 是这样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是如果我们的油管成成功的话 我们也可以搬离加拿大 是不是 是啊 希望小伙伴们多多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吧 让我们早日实现这一个目标 对啊 我们现在也有一千多粉丝 然后跟他的一百多万相差 啊 有没有很久 多几个零吧 哈哈哈哈 好 希望希望我们的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做起来 然后呢也可以做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呢 让我们有更多的发展和职业的和更多的选择 好 那根据时间关系的我们今天我们就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这种逃离加拿大的话题的朋友 请多点赞 关注并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 欢迎加入我们的科研频道和discord品讨论群支持我们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